您这个南保姆的精力确实太少了 他有素质 我顾的这个南保姆同志 他当过自己当过老板 他做什么生意呢 他原来就做修水间什么的 他买了东西就跟他卖 那就卖服装啊 什么都买了卖 那有精力有力 人家拿会儿打扔东西容易啊 这么全啊 新鲜 就为这个都买辆车养着自己 然后自己孩子大学毕业了 他就出败那个奶奶了 我在家 我干嘛呀问呢 当保安 孩子爸爸我这得搬东西 也就是为了说 培养孩子上大学 自己做东西 培着孩子 不离开孩子 我的孩子随时需要我 我陪着媳妇 他陪着媳妇呢 他有一个特点 他媳妇 妈妈是他的老师 他 他岳母活着的时候就找他妈 找这个我的保姆 找他妈说 你这个儿子就是我的儿子 你这个儿子 你这个儿子 太阳出来就是我的父亲 我四个闺女 他得有一个改叉 那您说这个男保姆人品从小是很贵人 哎呀他妈妈是县委书记 他妈妈是县委书记 那党员 那个也是科处党党员 为什么呀 因为他是创 哦 煤矿上的造作专家 那您这个男保姆人品就是说 真正苗红员 哎 真正苗红 嗯 有教养 他高中毕业就等于是 他岳母就是这个学校的老师 嗯 他就看上这孩子 你说他好不好 是 从小上中学上高中 嗯 他就看上这孩子 就得是我的儿子 就得是我的姑爷 他就主动找他妈说 提出来 哎 我这个男保姆这个孩子 他妈说行 嗯 我呢 就通个闲聊天 不用考试 嗯 我就知道你什么味道 你什么水平 你什么修养 你在 你的品德在什么位置上 你干什么 什么灵 你看我给你比个例子 嗯 他 他特别爱说话 哦 就是陪你聊天 哎 他跟老人孩子 嗯 就当保安这十年 嗯 没有一个不夸他的 哦 就没跟人红过脸 哎 当保安不得罪人的事 可是人家不见 嗯 算是老人 可孩子有工夫 给我挂个号 嗯 我去看电子 哎 哦 他给人称医院挂号去 他就找业业时间 给他挂个号 你还帮助业业 找休息时间 他当保安就下班啊 是 你也是老太太排队去 你排不起啊 是啊 哎 他就找时间呢 给人做好事 嗯 这是一个 再一个呢 就是开门进门 是吧 嗯 他都 哎 您慢着 我给你开着 您进来 您出去 这孩子就随我的性格 就 我要见到一样岁数 嗯 回来拿着东西困难 我就在那等着 给人家开着门 哦 他扔 扔垃圾 回来 又你还待这呢 我说你进来不方便 嗯 哎 进楼梯也一样 您先走 啊不 你是老人 我说老人没事 嗯 你呢年轻 嗯 你老有工作 也老有事 哦 你抓紧时间 你去办你的事 你坐电梯优先 哦 只要是我遇见 嗯 你就得优先 有时候一等三四个人 是啊 就得耐心 你走 您现在年轻人先走 就说带孩子 嗯 所有我的性格 是 符合您的这个心心啊 跟您的脾气比较都差不多 哎 他特别的善良 嗯 特别的会找时间 敬老人 敬孩子 嗯 对同志 都是那么 敬 是 不是敬而远之 嗯 而是敬而 心 可敬 可敬 心自己能力 自然 谁要有可能 就帮助别人 嗯 他就是这种思想 在那里